政府在21天就宣布了立法多兩個新法例 很籌重的心情 要非常努力才會顯得很不費力 不是生氣你為什麼沒有這個天分 而是恨貼不成功 難道我飽了肚腩 又不用叫你減肥嗎 如果大家聽我說話 聽到現在這一刻 我就恭喜你 大家好 我是貪美優惠雪的健身教練Zoey 這裡就是我家 幫我搶機的就是我媽媽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頻道 相信大家最近也有看到新聞 政府在3月27日推出了兩條新法例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 所以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互相鼓勵一下 作為一個健身教練健身室的老闆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心靈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但是在這大半年期間 我知道整個香港很多人都受著很多不同的影響 無論是經濟上身體肉體健康上 還是最重要的心靈上人與人之間 都多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壓力 影響了我們的情緒 就著這個情緒壓力的問題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互相鼓勵一下 首先想說一下 政府在21天宣布了 立法多兩個新法例 第一個就是公眾集會 不可以多過四港 中間有一些除外 例如坐升級或坐車這些 這個一定會影響我們全部人 但是令我很沉重的就是第二條 因為它禁止了六類工人的場所 不可以運作 當中其中一個就是健身室 並且在27天的時候說 第二天28日的六點就即時生效 不可以開業 最少14天 違法的話管理者最高是罰款五萬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這個新聞其實不是我自己去看到 因為當時27日的六點 我正在上健身教練堂 正在忙 但是當時我的電話 已經立刻被人炸爆了 那我就看到 咦? 就很多學生不停都問了 他們主動發個新聞給我 究竟你們健身室會是怎樣去處理 很多教練都想知道相應的措施 當時的我其實很亂 觸手無策 因為我第一 又不知道整個政策究竟是什麼 而我第二 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應該安撫大家還是有什麼 立刻要去做的 要去做這個決策 所以當晚就立刻和我的教練團隊 我的拍檔 去開會決定 我們大家懷著悲痛的心情 無可奈何地 最後決定要停業14天 好傷痛 依依不捨又很沉重的心情 就要停止 關閉了我們的Sona Fitness 當然就有很多背後相應的措施 去怎樣幫我們的學生 保持著他們的進度 還有延長他們有效期等等 作為一個健身室的老闆 在這段時間 經濟上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半個月 租金都要照出 但是過往任何的資助 我們是一分錢都沒有拿過 在未來的日子也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很大很大壓力 但是當時 我又不想表達給我的員工知道 因為我相信作為一個負責人 我應該帶領大家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 所以我一定要堅強起來 其實自己是很大壓力的 當他們離開了我的健身室 大家都走了 我自己靜下來的時候 我是那一晚非常純粹 是傷心到我沒有試過這麼沉重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由做生意這麼久以來 高高低低 我都沒有試過 可能是我的性格 其實大家都應該感覺到 都比較樂觀 未至於低能 但是有點可愛 一直都是抱著一個 沒想過會輸 然後咬牙關 堅持永遠不放棄 整個蠻牛這樣沖去做 一直有些什麼都笑著 捱捱到今天 闖到今天 闖到今天成就的人 所以就算支持不同的風波 我都覺得 撐得住的 都算是不錯 我都沒有覺得很辛苦 還有我的座右銘 就是我不叫辛苦 我就不會覺得辛苦 因為有一句說話 就是 你要非常努力 才會顯得毫不費力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要默默耕耘 就算我十分耕耘 一分收穫 都是直影 我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但是那一天 我就覺得 不是啊 這次真的要停業了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一直以來的壓力 就覺得 崩潰了一下 沒有哭 但是就覺得很辛苦 我就問自己 為什麼要是我 我是一個小妹妹 為什麼又是我 一年多 我是好好地做生意 不行的 半年來有醫又老 現在還說一定要停業 為什麼自己這麼慘 不停就問自己為什麼 在那一刻 幸好 我沒有收藏自己 我就 有跟我身邊的朋友分享 還有呢 有在IG那裡 寫了出來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你是不會猜到 一個 好像我這樣 常常鼓勵人的人 是原來多麼 需要別人的鼓勵 在那一刻 我突然間 又覺得沒有了事 阿Q精神 還有呢 也都很感謝 我們的教練 我們的學生 對我絕對的支持 和信任 我們齊上齊落 令到我知道 我肩負著這個重任 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我是肩負著大家的理想 所以我是 不可以讓自己倒下來 不可以做弱者 我一定要堅強 我一定要解決問題 不然我就會成為 被問題解決那個 最重要 我很感謝我背後的大哥 一直給我力量 誰是我的大哥呢 稍後跟大家介紹 當我得到我大哥 供應我無限的力量之後 我整晚又告訴你 我睡不著 我不停地在想 我這14天可以怎樣做好它 這14天 Dream Room停業而已 不代表我的人生停了 不需要灰到這樣 我不可以讓自己藉口 我邀請你們每一個 都不要讓自己藉口偷懶 不可以讓自己停下來 我們是應該想想 如何善用這些時間 我們就會走得比別人 反過來如果停下來 我們就會慢了 是整整14天 為什麼我們不好好想 這14天 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 平時遺漏都沒有做的 現在好好做好它 我就在那裡想 我想了四樣 很重要的 你們一定要逐點聽下去 最好跟我一起做 第一樣就是 首先當然要做好我的健身室 我會帶領著大家 做一個14天的挑戰 是14天的home exercise 雖然我們不能面對面 肉貼肉去健身 是差一點的 但是我會用盡的方法 和我的教練團隊 和大家在網上做健身的教學 所以記得 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和大家一起做運動 一個好的教練 是恨鐵不成幹 他不是要逼你做什麼 不是生氣你 為什麼沒有這個天分 而是恨鐵不成幹 為什麼你明明做到 但是不肯去做 所以我們一定會用盡方法 鼓勵大家一起去努力 第二就是 我叫什麼名字 我是貪美有為食的健身教練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吃東西 這個一直以來可能太忙了 很多人經常留言 想知道我的食譜 但是因為健身室 我通常都是煮一些 又快又漂亮又好吃的食物 現在多了時間 我一定會好好轉移一些 好吃我想吃很久的食物 好吃我想吃很久的食物 然後好好拍完食譜 告訴大家 再不是我可以表演 吃完給你們看也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有什麼想知道想吃 特別是相同的朋友 有什麼低糖的食譜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去研究吧 然後呢 我又繼續在想 24日有什麼忙 其實真的很忙 第三就是我的學業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不知道時間是怎樣擠出來的 人家說擠出來就可以 但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可以擠出來 我是在讀中大的運動科學master 雖然現在我的學習 都變成了用zoom online 但一點都不簡單的 考試和測驗還會更加難 還有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功課準備 要交很多的paper 所以這段時間我一定要好好善勇 好好做過去 還有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看書的人 14日根本就完全不夠用 我聽到也覺得好好增值自己 然後呢 去為大家研究更加多科學減肥的方法 所以呢 大家記得留意我另一個系列 新出的系列就是科學減肥的片段 去和大家一起用科學的角度 扮成一個miss 去分析 怎樣可以用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聰明去減肥 第四點了 就是 是時候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大哥 但是我整晚在想的時候 到最後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是一直都很受眷顧 很感恩 一直以來 無論我怎樣盲充直在 都好像有人保護著我這樣 雖然我很堅持努力 但是一直都是有人知道去帶領著我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大哥 要和大家隆重介紹 你猜不到會和大家說這件事呢 所以如果大家聽我說話 聽到現在這一刻 我恭喜你 如果你還要相信我 我更加恭喜你 我肯定這件事是你人生中最寶貴的 就是認識我的主耶 蘇基督 我們的上帝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好 所以其實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不過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人我不夠好 有什麼資格去和人說 我覺得自己還沒夠完美 不要說這些 經常偷偷地玩 又說謊 又撩鼻屎 也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 不要全覆音 真的會給自己很多藉口 但是我覺得 是沒有很多推薦 而且沒有人是完美的 難道我吃飽了肚腩 又不用叫你減肥嗎 難道我不夠美 有很多學生比我 我就不用拍YouTube嗎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些東西是不應該等的 我是誠意邀請大家 你不用現在去相信 但是我希望你打開心 有機會的話去研究一下 基督教究竟是一些什麼來 去聽詩歌 我也希望呢 憑著我一點點的力量 去鼓勵大家 在這個非常期待下 我們要一起加口努力 這麼重度過這個難關 因為我相信幾辛苦都好 這個疫情是會過的 但是呢 而我們呢 最後一定會可以 繼續好像之前那樣 生活下去 重點就是 現在這一刻 我們一定要好好堅持 好好做好我們自己 好好珍惜我們珍惜的人 我們需要珍惜的人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健康 所以大家無論 遇到什麼困難 多麼令人氣餘的事情 都不要放棄 因為你放棄就輸了 但是你不放棄你就贏了 你跌倒你就跌倒了 但是你跌倒爬上去就贏了 爬上去跌倒就再爬上去 再跌倒就再爬上去 你只要最後是跌倒的那個 你就贏了 人跟肌肉都是一樣的 是要受過磨煉 撕裂過才會食癢 好像我們的健身英文人 很變態 對 經常都喜歡粗到 周身酸痛就覺得 嗯 那個粗到的東西有些料到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科學原理就是 它肌肉就是 你在粗的時候 是微高到 將肌肉細胞撕裂了 所以是經過這個進化的力 它就要吸收營養 下次變得更加強重 去幫你舉鐵 人 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心靈都是一樣 我們的力量全部都是這樣 一起去成長的 這一刻你遇到困難 你獲得經驗 翌日的利益就大過了 雖然我未至於這麼變態去到 享受這些困難 但我也是安慰自己 還有 你知道 我知道 現在這一刻 我是很辛苦也好 你幻想一下 一年之後 你再看這件事 你永遠遇到錯誤 一年後再看 我回想 哎呀 這十四天 濕濕碎 我經常跟阿珊哥說 喂 這一個小時 你低頭 麻木給我 拿著你 粗爆它就算了 有多辛苦 一個小時下課 你真的多 就是幾百卡路里 是不是 我不是哪一個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所以我只要感染到身邊的人 感染到你們更加努力 更加幸福 已經是我所有的動力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這些絕對不是空港 你都不是夢想 這是一個信念 這是一個堅持 最重要就是我們行動 所以最重要是什麼 是你們現在答出第一步 就是做什麼 就是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不立即訂閱 還有按鈴 乖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增加努力的運動 增加健康飲食 享受我們開心的生活 我是Sui 雖然我有可愛的勉敢 但是我有強壯的肌肉 還有絕對不弱小的心靈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一起努力 會出一個你們值得的 更加好 更加幸福的上身 謝謝大家 今天我老土的分享 破天荒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 拜拜 新防疫措施下 健身中心也不能運作 Sui的健身中心 開業差不多一年 她的中心六點起 要關閉十四天 這件事其實我們都很尋重 但是在我們暫於老闆的立場 就是那個支出一定會多了 所以都希望政府 所謂有補償津貼那件事 是可以實行得到 去幫到我們的小企業 今天就教大家 50個在家裡 為了令到學員 在家裡也能夠繼續做運動 Sui和她的教練 決定以網上影片繼續教學 NOW TV記者陳惠利報道 我知道我說話和我的腹肌一樣 都是一塊塊 你們竟然都會聽到最後 我真的很感謝你 所以廢話就不多說了 我愛你們 拜拜